身为爸爸妈妈的你啊 有的时候会听到自己的小朋友在咳嗽 他们到底是真咳还是假咳 你分辨的出来吗 其实小朋友呢 假咳是有可能的 因为小朋友都很聪明 他们都知道说 可能他现在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那家里面的人会注意他 然后会关心他 所以有的时候呢 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会假咳几声 然后他就会觉得 爸爸妈妈他那些惊慌的反应很好玩啊什么的 到底假咳跟真咳要怎么样去区别 咳嗽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 它是一个防卫的一个机制 其实它重点就是想要把你的异物 可以从就是气管啊 喉头啊这样子咳出来 基本上如果说是因为疾病而造成的咳嗽 不舒服造成的咳嗽 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太能够控制的 它是一种反射动作 但如果说现在你家里小朋友在咳 然后你也发觉说他咳了一段时间 不知道到底他是因为疾病造成 还是只是好玩的话 在他咳的时候你可以看他一下 观察他一下 或者是对他笑一笑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就不咳了 或者是说他就是又刻意的在咳咳咳 多咳了几声 那代表这个动作他可以控制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是假咳的情况就比较高一点 那如果说现在咳嗽这件事情 已经长达了有 比如说超过四周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些慢性咳嗽的状况 像这种慢性咳嗽如果轻哭的话 可能代表之后会出现更严重的症状 所以不得不小心 慢性咳嗽有可能是有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呢 第一个就是气喘 那基本上气喘它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慢性发炎 那大家也知道气喘它通常更裸一船啊 然后再加上环境的一些刺激 造成了有慢性发炎的状况 以小朋友来讲的话 他常常就先以慢性咳嗽来表现 假如说发现自己的小朋友有慢性咳嗽的问题 看看是否有下列几项症状 然后来辅助你判断说是不是现在已经有气喘的可能 假如你家的小朋友呢 他的咳嗽是其实没有感冒喔 但是他常常在运动后 或者是他现在晚上睡觉睡到一半 常常会咳醒 甚至是咳到吐 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的话 就要注意他有可能是气喘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当他特别气醋啊 咳得很不舒服的时候 假如有听到那个哮哮哮的那个声音的话 也要特别的注意 再来就是通常有气喘的人 一感冒之后 他通常也会咳得比别人家还要久 可能超过10天都有咳嗽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也要特别小心 第二种慢性咳嗽的情况 就是鼻涕倒流 鼻涕倒流他其实意思就是说 当你感冒了以后 然后鼻腔发炎 那这个鼻腔那种发炎的问题 没有及时的去控制他 然后持续的都不断的有鼻涕啊 这些分泌物啊 持续的一直产生 这些分泌物如果说 倒流到咽喉的地方 就会造成咽喉的刺激 那自然的话就会造成了容易咳嗽的这个问题 再来第三种状况呢就是胃食道逆流 我们其实婴幼儿啊 胃奶之后嘛 爸妈都知道说 可能要帮他拍一拍 大大咧 那他就比较不容易会有 醋奶或者是义奶的状况发生 其实长大一点这情况就会比较好 但是有一些小朋友 他其实是天生食道异常的问题 胃里面的东西就很容易会随着胃酸一起往上呛 他呛回了我们的食道 甚至到咽喉 到咽喉的话就会产生这样子刺激 所以就会造成慢性咳嗽的问题 但是其实这还算是相对轻微的 假如说你胃内的这些食物会胃酸往上呛 不小心跑到肺部气管的话 他其实是有可能会发生肺炎 就比较严重了 那甚至呢 像是这样的情形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容易有 婴儿猝死 或者是呼吸暂停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下要特别注意的 第四个状况呢 就是所谓的鼻痘炎啦 感冒久了以后呢 就激发的衍生出鼻痘炎的这个问题 可能会发现 小朋友他常常会有慌动 或者说他咳嗽都常常会带痰 那因为这分泌有很多的关系 所以就常常会造成他嚎头的这些刺激 因此呢就常常会有慢性咳嗽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喔 小朋友啊他咳嗽 原因可能有很多 一般感冒也会 曲医师刚刚讲的上述那四种状况也会 爸爸妈妈也不要太为难 基本上你只要担心的话 带到医师这边让医师来帮你判断 让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游乐疑难杂症都来找我吧 我是你家的小姐姐医师许舒华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 订阅加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这下面留言喔 联系联系统 Одуск